今天市場不僅不便宜,還有價格,還有市場 香港一間糞便銀行在今個月初刊登廣告,邀請市民捐市 合資格的捐訓者每個月最高可以賺到4800港元 聽到這宗新聞,很多適甘如土的香港市民都忍不住狗衝報名,實行惡狗捐市 但停一停,忍一忍,究竟我們的市值錢的位置在哪裡呢? 一直以來,一般都認為一個人的身體狀況,例如高矮肥瘦、健不健康 都取決於兩大因素,一,基因,二,環境 而在眾多的環境因素中,科學家就發現微生物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對人類的影響甚至可能多個基因 一聽到微生物,一般人都會有兩個印象 一,細菌,二,骷髒 事實上,微生物除了細菌之外,還包括病毒、真菌,甚至寄生床 但下廣告微生物三個字就有點巧合 所以這條片中,我們都姑且統稱細菌 至於骷髒不骷髒就見仁見智,科學家就估算過 人類自己的細胞和身體表面的細菌數量,比例大約是1比1 細菌基本上由你出生的一刻開始就已經與你常在 像親密關係的戀愛 如果你不覺得自己很骷髒、很dirty的話,其實細菌都不是很骷髒 而這些細菌甚至比戀愛更加精彩 因為它們會時時刻刻迫一些防物質出來,例如維他命K、維他命B12等,去幫助維持我們的健康 細菌的分布、腫類、甚至與哮喘、濕疹等免疫系統疾病息息相關 可想而知,一旦我們身體裡的細菌分布失衡,對我們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影響 至於在我們身體裡,最多菌的地方在哪裡?就是我們的腸 腸裡面的細菌、腫類的分布等等,其實通通都會反映在屁股上 科學家甚至想到將健康的人的屁股上的細菌移植 你沒聽錯,在移植到有長期消化到疾病的病人身上 去嘗試令病人的腸部有正常細菌分布 是不是很瘋狂呢?更加瘋狂的是臨床實證,這件事真是work 而香港糞便銀行收集回來的屁股,正是會用於糞便移植 去治療受病菌施德菲受感染的病人 所以正確來說,屁股是病人的錢 值錢的都健康的屁股上的細菌 聽完屁股有什麼重要呢?各位這麼有屁股感的觀眾 相信一定會是急病人所急頂吧 不要猶豫,快去捐屁股吧! 現在光頭星! 看看誰走 hardcore